第563节 窗外起风了 云野知道自己在雍州逗留不了多久了 信封起了就要出海 船队只要训练完毕 就会随着这股信封从岭南起航 一路杀进了未知的蔚蓝色的海洋中 夫君啊 我明天能不能拿这份杂子给如花看呢 我要她知道 我是如假包换的夫人 自然可以啊 这是你的官碟 你就是装上链子挂在胸口也可以啊 这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光通药组的 我家灵荡是欺品告明 参见夫人 云野打趣的公公手 灵荡学着宫里的大人物的样子 白白手说 面丽吧 说完之后 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 云野赶紧扶住 可不敢闹出牛糕的下场啊 龙可行云 可不语 和善之时 风挑雨顺 狂躁之时 则翻江倒海 南海龙王现在正是怒火高涨之时 在蔚蓝色的大海里翻滚 旋转 拍击 自意的宣泄自己的愤怒 掀起的巨浪一次又一次的冲向长空 似乎要将这天水混为一色 李太贪婪着看着沸腾的大海 眼中炙热的光芒 似乎要融化岩石 这段时间里 他看到了大海总是那样的平静 温柔如处子 没想到还有这样狂躁的时候 风从岩石的裂袭里钻了进来 带着各种各样的鬼哭狼嚎 在李太的耳中 通通变成了天地的战骨 一阵阵的催人振奋 让他的血都要燃烧起来了 和风一起钻进来的还有语物 这可不像三月的杏花雨 容得你漫步酝酿情 飓风带来的大雨抽在脸上 只会震震生腾 天地之威静置于私 好汉子当驾巨舟在海上 与骇浪争风 随死而无汉事 我一般呢 把这种人叫做傻圈 飓风来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躲进海港或者海湾 如果可能我们连船都想拖上岸 至于你说的那一种 一般呢 只适合喂鱼 云叶拿着半只羊腿 皱着眉头 在火星四溅的篝火上烧烤 昏暗的山洞里 只有微光透进来 明灭不定的火光 将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信风来了 没想到飓风也来了 云叶可没有李太那种浪漫的情怀 他只是在祈祷飓风赶紧过去 最好马上就海焰播平 刚才刘进宝回报 海边搭建的木屋已经被狂风刮的 不知道去了哪了 树冠很少的椰子树呢 也被风连根的拔起 就那样在空中飞舞 模样非常的恐怖 也不知道刘人院东鱼 老铁他们能不能扛过去 但愿三艘船完好无恙啊 好在都是航海的老人了 提前发掘了飓风的到来 做了应对 其中最重要的应对 就是把李太和自己碾下船 老铁认为这是最佳的检验战船的好机会 不同意把战船弄进船屋 云叶也是这么认为的 新船最好经受一下海浪的检验为好 知道飓风会来 谁都没想到会是如此爆裂的飓风 弄得云叶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就是不知道老铁现在怎么看 飓风来了 老天爷都没办法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只能看着他们操舟的技术 能不能让他们避过粉身碎骨的下场 因为飓风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把船推到岸边再狠狠的甩在礁石上 留人院东鱼老铁 云叶并不是很担心 这些人航海的经验实在是太丰富 只要有一丝丝的可能 他们都能活下来 就是不知道皇帝给他儿子送来的所谓的高手 还有房间的那些个儿郎能不能活下来 云叶削了一块羊肉 递给旁边的莫不作声的冯昂说 冯公现在可以后悔之意 冯昂接过羊肉却没有吃 郑重的问云叶 月侯 这是海上能遇到的最糟的境地吗 很糟 但并不算最糟 晚辈上回运粮回长安的时候 遇到了龙溪水 就比这还糟糕一些 上了海啊 就别指望着自己能运气 您从海商们的折损上就能算出来 这里面到底有多大风险 冯昂嘴里嚼着美味的羊肉 却如同嚼辣 冯家的精锐子弟如今都在船上 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淡然处置 冯家想要开创海上纪元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侯爷 小的好像听到号角的声音了 刘进宝的腰里拴着绳子 湿漉漉的 如同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 抹着脸上的雨水 进洞禀告 风小了 刘仁渊他们 走只字形避浪了 这个时候 听说只能顶着风前进 如果横过来 船就会被掀翻 看样子他们没事了 云叶侧着耳朵听了一阵子 这风声没有刚才那么刺耳 隐隐约约的有号声传来 山洞所在的这面山崖 正好面对大海 弧形的悬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声音接收器 这是最好的海边瞭望观察的所在 见云叶开始放心的吃东西 横昂的心也落了地 只有李泰还没有看够这样 壮观的气象景观 小声的嘟囔两句 引得云叶逢昂一起对他怒目而视 李泰善善的摸摸鼻子 走到篝火边上 拿过云叶手里的羊腿 拿小刀子削着吃 天色暗了下来 最后的亮光在乌云的遮蔽下 也消失无踪 海面上的风浪依然很大 这个时候才是最考验船上功夫的时候 漆黑的环境里面能严格的按照船长的命令形式 沿着制定的方向前行 避开自家船只 这样的船长才是真正的高手 云叶 冯昂 李泰 这个时候心里想什么都没有用 只能等待明天天亮之后再说 躺在床上的云叶是伴着逢昂的祈祷声入睡的 天光大亮之后 云叶听到了海鸥凄厉的鸣叫 就知道外面的乌云已经散去了 走出山洞 眼前一片狼藉 风依然吹着尖利的哨子呼呼的刮着 海浪虽然没有昨日的狂暴 也依然余韵未熄 一米高的浪涛席卷着海面上的杂物 狠狠的灌在石礁上 发泄着自己剩余的怒气 海面上一艘船都没有 彭昂惊惧的回头看云叶 想要云叶告诉自己一个能安心的消息 彭公莫惊 昨日那样的大风浪 他们如果还能留在原地 那才是怪事呢 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广州 我都不奇怪 相信我 没事的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彭昂指着海滩上一艘破烂的船 对云叶说 你看看那是什么 说完就快步沿着石阶往下走 云叶李太连忙跟上 等走到近前 云叶就笑了 这不是三艘船里的任何一艘 是一艘方头方脑的怪船 这东西怎么也跑到海上来了呢 这样的船只只适合跑内河呀 侯爷 是一艘高丽船 只有高丽人的船才是这个模样 大风起来的时候 这艘船一定就在附近 您看 这不是一艘商船 船上的拍杆还在 这是战船 造船厂的铁老大早就上了这艘船 见云叶等人过来 连忙从船上跳下来禀告 高丽船 谁允许他们进到南海的 云叶怒气一下子就升了起来 高丽商船都不许靠近南海 更不要说战船了 茫茫万里之遥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补给的呢 大唐对高丽实行的就是封锁政策 断绝了陆地上的所有交易 也断绝了海面上的交易 大唐的海商对这一条禁令绝对不敢触碰 也不会去触碰 除了贩奴船能靠近海港之外 别的商船被见到了 除了击沉 不会有第二条路可走 船上一个人都没有 彭昂立刻下令护卫出动 沿海岸搜索 绝对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云叶李泰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 不到五十就有属下前来汇报 发现了人 不过呢全是尸体 总共有九具之多 不光是高丽人 还有窝国人 看样子当时大船已经漏水了 他们弃船而逃 上了小船 结果大船到了岸边 小船被风浪卷翻 人全被淹死了 船上的旗子很古怪 也是一面 人古旗 云叶翻过来覆过去的 看了两面旗子 发现这面旗子和自己的旗子很像 自己的旗子是一个骷髅头 加上两根交叉的骨头 这面旗子上面呢 就是一个阴森的骷髅头 不过在最上面 还有一只三条腿的乌鸦 乌鸦脑袋上扣着一顶 带着锯齿的王冠 云猴 这是一伙高丽海盗的旗子 老夫已经收到多起报告 说有一伙海盗专门 接夺大唐的商船 下手非常的很多 听说为首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好像还是高丽或者窝国的勋贵 她们战力强悍 大唐商船都是有武装的 好多商船雇用了标局押送 广州一地就有标局拨下30架 都是各地来的游匣 也有军务里退役的将士 能干这一行的都是有两下的汉子 可是老夫还是不断的接到了被解夺的报告 那么这一伙人只能是高丽或者是窝国的军队 可惜老夫对海上的事情变成莫急 要不然定会擒其匪首 问罪于高丽王 窝王 云叶抛掉手里的旗子 对李泰笑着说 我们遇到老熟人了 你说说看 能同时统育高丽 窝国 两国武士的女人 能是谁呀 李泰四处看看 对冯昂说 岳国公 您当年走得急 没看到那种舞蹈 不知您对天魔舞熟不熟悉啊 冯昂疑惑的说 老夫久居岭南 对中原风华确实少了见识 不知这个天魔舞和女海盗有什么联系啊 李泰嘎嘎的笑着说 哈哈哈哈 您想想 六个拖得光光的女人跳舞 摆出各种魅态 听说还有密钥相助 看此舞蹈之时 醉事让人血脉膨胀 不自觉的就想进入舞场共舞 脑袋里幻象丛生 本王看过一场 差点出丑啊 您不知道 领头跳舞的那位 可是窝国王女啊 听说现在成了窝国的智宝 天魔舞迷进窝国苍生 非大典不得舞之 银邪之舞 平日里愚人也就是了 祖宗大典 怎可以亵渎啊 冯昂表示了自己的极度不屑之意 又隐晦的表达了自己 很想看看的意愿 这又何难 等我们的战舰回来 本王亲自出手 将高山阳子前来 让他给国公献舞就是 李泰拍着船上的烂木板 说得豪气甘云 玩笑也驱不散三人头上的阴霾 船回不来 三个人就只能干等 云也还好些 到底在海上跑的次数多些 对自己的属下比较有信心 李泰和冯昂就坐不住了 干脆把自己的住所搬到那个山洞里 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跳往大海 云也很担心 他们等的时间长了 会变成望夫石 第六天的时候 老当义壮的冯昂 首先发现了公主浩的桂杆 手里的单筒望远镜 差点掉在地上 这是云也赠送给冯昂的宝贝 老家伙视若珍宝 装在绸缎做的套子里 从不离身 云家的工匠 总共造出来七具最原始的望远镜 尽管看远处呢 还不是非常清晰 就这样 还是在长安引起了莫大的轰动 李二过寿 云寿呢 端着一个锦盒 在万民殿嚣张至极 因为他的礼物 是所有人中最珍贵的 皇帝陛下得到之后是龙颜大悦 站在万民殿前远望长安 远山尽树尽书眼底 称之为千里眼 礼物第一 小小的人 昂首阔步 坐在太子之侧 视太子妃的怒火如无误 太子则笑意盈盈 非常的欢喜 得意的将自己桌子上的卤涝 赐予了云寿 云寿特意上前拜谢 一副小一点的千里眼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放在了太子的暗桌上 殿上群臣笑的是前仰后合 令狐德芬大笑道 如此做官手段 老夫万贯不及 加以年约 定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货色 日后定是翻云覆雨之辈啊 一句说吧 笑声顿兮 只与太子大笑 拿过望远镜 把玩不已 戏言道 可惜你父亲不在 否则定要见燕蓉许你 令狐德芬 进退诗句 难难不能言 皇帝笑而不语 皇后说 云烟的主 本宫倒也做的 燕蓉 虽然只有两岁 配云寿 倒也合适 就此定了吧 懵懂的云寿 离席拜谢 离席之时 犹再问程耀军 何为妻子 老程几乎老力横流 剩下的千里眼 全被送到了岭南 李太拿走了一句 云烟把自己的那一句 送给了冯昂 剩下的三句 只能是每位船长一句 于后如你所言 咱们的船都回来了 三艘都回来了 虽然狼狈了些 不过总算是回来了 冯昂似乎浑身的气力尽泻 腿一软 坐在石阶上 老太壁冷 战舰舍近之后 才发现 冯昂的一句凄惨 远不能表述 三艘船的惨状 船翻千仓百孔 船头上漂亮的雕像不见踪影 城前号 左衔出现了一个大洞 清雀号上 华美的金箔早就被飓风扯得是斑驳不堪 后面的副围杆只剩了半截 公主号稍微完整一些 那也只是相对而言 甲板上的破损足以说明 那场大风是如何的恐怖 船入海港 无数的工匠立刻蜂拥而上 齐心协力的趁着掌潮 把三艘船拖进了船屋 关闭闸门之后 又趁着退潮 尾部的闸门打开 船屋里的海水 倾刻间就被放空 三艘船躺在船屋的沙地上 静待重新检查修补 李太逢岸见云夜 没有向三位船长问起伤亡情况 只是一股脑的注意舰船 知道这里面或许有讲究 虽然焦急 也只好闭上嘴不闻不问 侯爷 三艘船都是好样的 只是轻伤而已 水密舱确实是航海之宝 这回如果不是有这个宝卫 城前号恐怕就要沉没了 而不是和现在一样只是轻伤 听完老铁的判断 云夜这才松了一口气 问刘仁院 伤亡如何 回侯爷 死亡两人 失踪九人 重伤者四人 有一位商级内府 恐怕挺不了多久了 这次伤亡如此沉重 主要是冯家 还有辽东水师派过来的人 他们还不熟悉海上的巨浪 很多训练时候的要领 在惊慌中就忘记了 冯家子弟死亡两人 失踪两人 辽东水师过来的兄弟 失踪了七位 主要是这七位以为大船要轻负 私自放下小船准备逃离 被海浪压进了大海深处 活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在刘仁院向云夜报告伤亡的时候 冯志勇抱着冯岸的双腿 大声的痛哭 这才下海 冯家就损失了四位子弟 而上船的冯家子弟不过二十五人而已 方昂踢开冯志勇大声贺问 可有人故意谋害冯家子弟 冯志勇摇着头说 这要没有大家在船上都在争命 谁也没功夫害人呢 也不会故意去害人的 九叔家的廷庸是被断裂的桂杆砸死的 廷瑞是在货舱里捆绑货物的时候 被翻滚的货物急死的 至于廷起和烟涌 是惊慌之下没系缆绳就上了甲板 被海浪冲到大海里去了 您知道那个时候没办法救人呢